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死刑 要变啊 也变不出什么惨来 那你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啊 小心点 那行 进来没出去吧 才六点半 去哪儿啊 在里面呢 进来 立江花园 一个女模特给上了 你们族里没人了 大通昨天出去办案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老汤让我用车直接来接机来 都不节约时间嘛 好了 都别说了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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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者叫秦晓丹 今年二十四岁 是个职业魔兔 单身 今天早上送牛奶的工人 发现门口有血迹 向剧委会报的案子 竟初步鉴定 先见后杀 京东脉有割伤 有血之死 死亡时间估计超过十小时 其他情况等于 回去以后 鉴定以后再说 这儿怎么那么热门 你没看出来 刚刚进行过一番搏斗 真是红颜薄命哪 张望 回回发现你这副员大兵 还挺怜香细语的啊 陈南 你不跟我配合 我怎么替你辩护 谁说也没用 全完了 你为什么要杀你的丈夫 他该死 陈南 你到底要不要我替你辩活 杀辩活 这人都死了 你能把他辩活了 老话说了 杀人长命 我不要律师 要律师有啥用啊 你给我听着 我是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 你有权呢 在法院开庭受审的时候 替自己辩护 或者呢 请律师代理 啥代理 你能代理我 我的责任呢 是替你申诉 这说白了呢 就是替你说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在委托书上呢 签个赞 老汤 服务局长来了 您来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进屋坐吧 怎么回事 唱空生计呢 没有 都出去办案去了 大曾和马丁去天津做外调 立江坏要在那儿 你们去人了吗 去了 一大早没上班 我就让季兰和张旺去了 我都回来了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回来 回来了 张旺 吴局来了 可千万别说我上医院了 吴局 您是为立江花园杀人案来的吧 他寄来了 脸色不太好啊 病了 没有 张旺 你跟局长汇报汇报 行 局长 我汇报一下情况 说吧 死者叫秦晓丹 二十一岁 是个女模特儿 初步判断是先奸后杀 现场有一把 没有指纹的水果刀 草坪上还有点脚印 技术处已经打磨了 尸体解剖也正在进行 完了 我还知道做案现场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我刚从现场回来 我来 市医院有个著名模特儿 叫沈凌凌 电话打我办公室您了 说是最近一个时期啊 发现有人跟踪他 很害怕 联谊到去年 那个著名女模特儿的败害 和李江华元的案子 我也把这个案子 交给你们六组 局长 你们要加强保密 可防范作势 如果必要的话 可以采取各种手段 好 季兰 你跟张旺去一趟吧 如果判断不错的话 季兰 你是不是刚从医院回来 还行吗 还行 注意身体 陈南没有签字 他不要律师 这么说 他想自己辩护啊 他根本不知道 辩护律师是干吗的 你好好跟他解释一下啊 我说了没用 正好 是个案子啊 都比这个赚钱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女士 净想人家挣钱的案子 反正碰上我们法庭指定的 你们就推来推去吧 说谁呢 难道 我接你们指定的辩护还少吗 哎哎哎 哎 来来来来 你回来 回来 走 老师啊 这回 你再辛苦一趟 回去啊 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告诉他 这辩护律师是干什么的 争取让他在这委托书上签个字 好不好 我马上给你办手去啊 你怎么杀着他 拿烧火锅 为什么要杀他 我要不杀他 总有一天他就要杀我 可你们是 你的头发 揪的 揪的 这么一大块 他交的 对 那律师 我冤枉啊 我是杀了国东名部家 可我是被他逼的 我要是不杀他 他就得杀了我 你看我身上这伤 这是铁线打的 这是牙咬的 这是拿烟头烫的 算命的手啊 是上辈子欠的他 你看这铁线 你看这头上 这一揪就是一座 老花说了 兔子急了还得咬人呢 我就不信我这个大活人 就还不了手 可我 可谁知道 我就拿烧火锅打了他几下 他就断气了 我 我婆婆说我 对下地狱 可我在他家 那才叫下地狱呢 就是真下地狱 也比在他家强 你冷静一点 你杀他的时候 他打你了吗 这些 这些你有没有跟公安局的 预审员和侦察员说过 为什么 反正人是我打死的 当时 我想 我没什么可说 你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 再跟我说一遍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请再说一遍 那天晚上 他喝多了 回来就先睡下了 可后来 他又醒了 醒了就打我 他打你了吗 打了 你是说郭东明打了你之后 你才还得手 对对对 他 他往死里打我 陈南 你给我听着 如果事实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要为你做无罪的辩护 您是说 您能救我 不是我救你 是法律能够救你 可不是 怎么办 呀 谁 Kirk 你 你 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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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fetch 过一会就好了 医生说 得卧床休息 要不然伤劳好不了 我看我还是把他送回他爸家去了 也好有人照顾 好主意 送他回去吧 这儿的事我处理 不用不用 我自己行 又扛着了 送他走 一会儿我跟老谭请去 我去准了 干嘛 一定把记者安排好了 是 那好 我先回去 局长将来的任务 交个小文字办吧 有问题电话联系 行 我明白 拜拜 行 回去休息吧 走 晚上要上啊 雷大邓 你和马丁办案子怎么样了 刚已经送去师姐 下午我和马丁再去趟北城 听派人所的人说呀 死者前两天 刚去过那边一个歌厅 小文字 你从大邓的案子调出来 去找一个叫沈林林模特 你不挺喜欢模特的吗 不是喜欢 小文字长那么漂亮 要是他当了模特啊 我敢说啊 就你事多 我们应该是在红队 我应该是我 我开始上路了 那是 我啊 我啊 我 都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了 包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还没什么 正确 其他事 最后还可以 什么 那女士 你到底要找什么 陈南的案子 为什么会这么简单 本来就简单吧 有他们村的人证 有他当时杀人的物证 烧火棍 上面有他的指纹 另外呢 还有他当时的口供 怎么会 没有法医的鉴定呢 法医 对 是陈南的 应该有他受伤的记录啊 没有 你可以问问刑警大队 这个案子不是他们接的吗 这有张旺的签字 他趁他仗着 叫什么来着 郭东明 对 郭东明喝醉了 他用烧火棍在郭东明的脑子上 连续砸了十四下 造成郭东明颅骨严重损伤 颅底大量粗血致死 一句话 陈南杀了郭东明 这案子不复杂 不复杂 可是 你们出错了 什么错 陈南是在被郭东明毒打之后 自未还的手 属于正当防卫 哎 我们审他的时候 他可没这么说过啊 你怎么知道他被毒打了 你们破案也太马虎了 他头上和身上全部都有伤 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你等等 他有伤 如果你审问得清楚一点 我想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漏掉 这是他的医院证明 你好好看看 那下去 第三个医院的案子 没有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 请问这是郭东铭的家吗 他们家是主任 我是律师 您是为他们家打官司的吧 他们家的人都去给东铭的骨盔下葬去了 大姐 我想问一下 郭东铭那两口子是不是经常打架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东铭这两口子呀 真是没办法 三天两头打 怎么劝也劝不好 村长 郭东铭有没有打过陈南 没见过 可竟瞧着陈南哪 哭着往他娘家那儿跑 我说副联主任 是不是这事 这夫妻打架呀 也不能光赖东铭 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管怎么说 东铭人没了 再者 陈南他把人杀了 是不是 行了吧 我发现你们这些人呀 就是害怕郭东铭的那帮的哥们 有什么呀 律师同志 我今天跟你实话实说了 我也不怕得罪人 那郭东铭打媳妇是确有其事啊 我亲眼所见 好几次了 打人打得狠直呢 往死里头打呀 复联主任 那回去劝架不是你跟我一块去的吗 那陈南的血从头上往下流 一个劲往脏了 怀里撞了 你忘了 我忘了 我有点事 先去一去就来啊 我说 那是哪年的事啊 童年春节呀 那难道你忘了 不是咱俩一起去拉着东铭 去跟他媳妇陪不是了吗 不对吧 不对 你记错人了 那不是东铭 我记错人了 那不是东铭 不是东铭 你还会不得正好 那不是东铭 没有 你还是不得好好吃 对吧 我好 你也要可以吃 打门 我一定会听你吃 干什么呀 我应该提早 我去打扎 你满帮你 我去打扎 我去打扎 认为陈南杀部是出于正当防卫 他要做无罪辩护 无罪辩护 他们这些当律师的呀 就是喜欢出风头 他说陈南被他丈夫打的是遍体鳞伤 说十四号那天晚上 郭东明酒醒以后要喝水 陈南倒水给他 他是伸手就打 陈南才反抗呢 不对 当时陈南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只承认是他杀的 其他什么都没说 就是 检察院把案子给打回来了 老汤啊 让复查 张望 等一下 丽江花园案子 对 找小文子 姚警官 脚印鉴定出来了 这是鉴定书 只有一对脚印比较可疑 是穿杂牌运动鞋的 估计这人在一米八到一米八三 体重八十六公斤 一米八三 对 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给陈南打个电话 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的工作 骚扰过你的那个男的 和杀死秦小丹的凶手 很可能是一个人 现在只有你见过他 所以我们希望你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我 我怕 我想你一定也是很想把他抓住的对吗 不然的话你不会到我们这儿来报警的 而且我想你应该明白 早一天抓住他你自己也可以早一天解除警报 对不对 这是我的名片随时保持联系 至于你的安全不成问题 这事由不得你们 被告有权请辩护律师 他不请我也会请别人的 再说了 我是法院指定的 行啊 你们不让我辩护我就不辩护了 那我是听你们的呢 还是听法院的 你辩护情 但是你要帮陈南的拿着男的那棺子 跟着一个可饶不了你 喂 有话你就好好说 晃什么拳头去 嘿 你在干嘛的 你 你在干嘛的 我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有什么话你们说吧 那臭家门杀人犯 这棺子让他赢了 还特别有点说了一下嘛 陈南是不是杀人犯 由法院来决定 哎 我想问你们 陈南为什么要杀他的丈夫 他早就不想跟我打高过了 这家伙真谈我不是东西 东南个跟我差不多高 他承担他一比六 还是个娘们 他要不想好他怎么下手 哪有那么容易给他给杀了 那就是 他们说我们哥几个也让你这门了 对 你要帮他把他赢了 打给他小面 听见了 哎 哎 你真敢 哎呦 哎呦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已经冒失了邀请罪 谁想跟我去一趟 警警大队啊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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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下宝了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办案的机会 全给你讲了 什么呀 这帮人跟土匪一样 能给你提供案情啊 你懂什么呀 好 好 我不懂 好心当阻灵肝 还是把你的好心留着给别人吧 我不稀罕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我压根也没想见你 你说说 陈南到底什么时候挨的打 你稍微等会儿 我跟上谈着 你问你的 我生我的 你干吗老跟着我 他是我的当事人 我有权在场 行了 麻烦 可以进去了 陈南 你不老实啊 郭东明喝个烂醉 他怎么打你 他夜里醒了 跟我要水喝 我就给他端了碗水 给他掀水凉 把水碗给蒸了 还拿水瓢打我 水瓢都打破了 你看我这伤 你当时怎么不说 你当时可是一口咬定 人是你杀的 现在想着背了啊 想翻供 我告诉你 人证物证我可都有 我 我 我是杀了人 可是他先打的我呀 什么时候打的你 夜里 几点 半夜 到底几点 一点 一点 一点钟 当时你们屋里只有俩人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郭东明已经死了 话全由你一样说 你知道吗 做假口供是什么后果 请注意下你的措辞 不要威胁我的当事人 小王 把他给带走 对 你挡什么乱啊 我刚问到问题的关键 你就出来挡架 有你这么办案的吗 我跟你说 你只是靠威胁 来变相右供 他是个杀人犯 就是你一个概念 他现在只是犯罪嫌疑人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人不是他杀的 再给你提个醒 在法院宣判前 遵循对于犯罪嫌疑人 无罪推定的原则 看来你的新刑法 没有学到家呀 没错 没错 您是凭铁嘴钢牙在吃饭 可我们呢 我们哪回不是提着脑袋 在干活啊 那也背不住抓个好人呢 你 现在还是几分之一 MV变得超越远处 我们您的终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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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认为那是伪证 看起来我还是应该陪你来 避免你走弯路惹麻烦 我仔细看了一下审讯记录 陈南被打呢是隐藤的事情 郭东明被杀那天晚上喝醉了 但是他并没有打陈南 村里的那些证人啊 都是郭东明的密友 我怀疑他们串供 郭东明经常打陈南 这事情是真的 可郭东明死的那天晚上 他的确是跟别人一块喝过酒了 当时杨村长就在场啊 郭东明醉得跟一滩烂瘾似的 还是杨村长把他送回家去的呢 说不定喝醉了才会打人呢 那 那也保不齐 不过听陈南的婆婆说 那天晚上他们小两口并没有打过枪 请 请 余所长 我保证那天俩人一准没打架 我儿子东明 就是让那个爱倩豆的给争死了 余所长啊 我儿子死的愿啊 来来来 坐坐坐坐 您坐下啊 大娘 您别住啊 啊 气死的儿啊 郭大娘您别哭了 这不是张同志吗 张同志啊 你这都给我做主啊 哎呀 我儿子死的愿啊 郭大娘您别哭了好不好 好 律师就是想再来了解一下情况 您放心 人民法院会主持公道的啊 嗯嗯嗯嗯嗯嗯 可是他 今天那个爱倩豆的真难说话啊 他是律师嘛 嗯嗯嗯嗯嗯 不过律师也应该尊重事实啊 不能胡说 嗯嗯嗯 您说呢 大娘 郭东铭打不成难吗 小两口平常过日子 哪有不打架的 小两口打架 也打不出那么多伤来吧 你儿子死那天 他们打没打 我还得到郭东铭的房间去看看 行 反正陈南那天是你给抓走的 我信你 走 进屋丑去 小两口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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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单都换了 地也都使水洗了 要不然 写的会连的 大娘 那天您是头一个进来 看见一个晚了吗 晚 那不是您孙子吗 是啊 怪可怜的 爹没了 孩子你问过了吗 孩子那天跟大娘睡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张同志 你可得给我报仇啊 我儿子才三十五岁 他不该死 中国人 español 他妈妈 还吉他 那天 他皆宅 他妈妈 他妈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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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姨 什么事 姑娘 你们在这儿啊 阿姨 我想找我妈 你带我抓我妈去吧 那赶紧上车吧 大姓 这孩子够可怜的 你没那么卑鄙吧 来 案子办完了 我都二呼了 跟陈南说的一样 这头发向上揪下来 也发验一下 行啊 这女律师 还真有两下子 没纳心那样呢 为了达到目的 她是不择手段 爸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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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乖孩子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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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给我给我 给我 好了 顾阳 我有话要跟你妈妈说 不顾 陈南 郭东明出事的那天晚上 你们俩到底有没有打过架 这还有我吗 可恶 听你婆婆说 那天晚上她没有听见 你们俩有吵架的声音 她的话怎么能信 她都恨不得我死 对了 郭阳 那天你在哪儿呢 在她奶奶呢 你听见 你爸爸妈妈 吵架了吗 我听见她们两个打架了 快跟阿姨说 跟阿姨说 你爸爸怎么打你妈的 跟阿姨说呀 快 快说 她 快跟阿姨说说 快 听话 好了陈南 让她说 她打了吗 她救我妈的头发 血都出来了 我还给我妈擦血呢 那你爸出事的那天晚上 他打了没有 我听见我爸打我妈 郭阳 你再仔细想一想 跟阿姨慢慢说好吗 阿姨把我坑苦了啊 怎么了 折腾啊 弄不好啊 还真是咱们弄错 秦晓丹那个案子 有新线索吗 喂 是我 你在那儿待一等啊 我马上就到 是沈凌凌 她说她在绑的大厦 发现目标了 那快去吧 要注意她的安全 好 我也去 你别去了 把这案子再复查一下 我去区里开会 下午回来 我要听你的结果 好 小伙子 正找你呢 头部上的血型环已经出来了 是A型血 另外头部上还有很多软主婦 肯定是用力揪下来的 谢谢 不客气 喂 喂 那星啊 环境结果出来了 是陈南的头发 是陈南的头发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得坐公园回家 一个人去啊 我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了 就在对面的男师服装店里 就在对面的男师服装店里 我转到我三楼 我转那家店 他也转那家店 你先回避一下吧 到厅厅厅去等我 你们商场保卫部的电话是多少 你是谁啊 警察 快说 那一件五五五 来 这是赶紧的 为了吗 我们该是马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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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吗呢 我好好审认她 对 好好审认她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不过审认她 爱阳 无赖阿姨 无赖阿姨 什么话说的 我想找我妈 什么呀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你没马 走 把那个女人带回去 让她过点东铭哥的相片下 没事吧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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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干什么 你干嘛呢 干什么 你干嘛呢 干什么 你干嘛呢 你们妨碍了律师的正常调查工作 违反的是案条例 再不放人 我不客气了 没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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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想跟他客气 这女生干嘛来了 过来找人账啊 小郑明我兄弟打了陈南 陈南他背后还在手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别说东铭那天打了他 就是他打了东铭 东铭也不知道 没客气了 对集中 都不客气了 感谢观看